一大犀牛的當家球星 Captain 胡 胡金龍 身手真的是大聯盟等級 沒話說 球技打了86場 Captain不僅長場出賽 保持全情不說 更重要的是 胡金龍的打擊保持得非常的順暢 目前以三成五五的打擊率 高居全聯盟第一 但龍哥說 其實不是自個打得棒 而是自己適應投手的能力比較好 其實因為 就是中華他職棒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只有四對 所以因為投手就真的 以前一個月都差不多都看過 對方有什麼球路 對方要球十多塊 你知道因為在國外不一樣 國外有三十隊 因為在小聯盟至少打有十六隊十五隊 所以對戰的組合 或者是投手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目前只有四對的中華職棒 敵人的數量相對少 這讓胡金龍可以有充足的時間 做好功課 但其實今年已經滿三十歲的Captain胡 在訓練上也已經進入到了 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不蠻幹 不硬練 而是要重職不重量 其實我在練習 我是比較重職 比較不重量 我覺得因為現在 說真的達到這個年紀了 說真的你練多也不會進步了 你只要怎樣把自己的狀況 把自己的那個手感一直維持到 比賽也用就好了 我是說 在那邊練習練了一千顆 那上去打就累了 所以那種效果就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好 針對性的訓練 目的性的加強 是胡金龍保持打擊手感的方法 現階段除了是聯盟打擊王之外 一百二十三隻安打 也是聯盟的安打王 但其實Captain胡說 打高爾夫球幫了自己很大的忙 其實還是放假都會打高爾夫球啦 那有時候早上回去打這樣子 然後就是去走一走啊 然後去散散心這樣 不要說每天一直專注在棒球場上 也蠻乏味的這樣 適當的放鬆 轉換心情 不要讓生活裡永遠只有棒球 懂得轉換懂得調適自己 這是胡金龍今年打擊成績 一路長紅的關鍵因素 關於體驗郭彈陽不知台報道 好